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来爆发的抗疫活动规模很大 人数众多 抗疫者之间难以保持社交距离 如果有病毒携带者在场 那么即便是在户外 其他抗疫者也会有被感染的风险 在周一 墨西哥政府宣布进入回归新常态之后 尽管只允许少量核心经济领域复工复产 但疫情并没有减弱势头 总统洛佩斯3号表示 如果疫情再难以控制 可以考虑放弃重开核心经济领域活动的决定 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议 讨论在疫情影响下 如何帮助解决轻工业企业面临的问题 普京说 由于疫情限制措施 轻工业产品销售额减少 财源风险在增加 因此在轻工业恢复阶段 有必要提供额外的支持 意大利从6月3号起 开放了对欧盟深根国家的边境 入境意大利无需任何隔离期 和个人声明的措施 但欧盟其他国家却对于其边境开放 仍然持有不同的标准 法国仍旧在出入境管制方面 实施严格措施 限制法裔两地民众出入 引发争议 新冠疫情发生后 日本民众响应政府疫情 居家防疫 而长期居家生活 也引起了家暴多发的社会问题 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仅4月份家暴咨询机构 就收到了一万三千多份咨询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百分之三十 抗疫战情图 我们继续来带您关注的是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全球至今有超过 两百一十个国家和地区 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使得累计超过六百五十六万人感染 而死亡人数超过三十八万 我们看到美国新冠肺炎 累计的确诊超过了一百九十万例 十万九千多人死亡 而在南美巴西疫情持续延距 累计确诊人数增至 五十八万四千多人确诊 有三万两千多人死亡 墨西哥累计的确诊破十万例 单日新增确诊及死亡病例 都创下新高 西班牙有超过二十四万人受到感染 因疫情再次延长 国家紧急状态至六月二十一号 而英国商务大臣夏尔玛 接受新冠病毒测试 正在进行居家隔离 这日在巴尔干半岛的 北马奇顿四号晚间至八号清晨 则实施了全面宵禁 在印度新增了近一万例的确诊 专家至疫情高峰尚未到来 巴基斯坦新增确诊四千多例 创下单日新高 累计的确诊已经增至八万多人 我们再来看看国内方面 现存的确诊病例是以内蒙古最多 其次则是四川和广东 内蒙古目前累计的确诊是 两百三十五例 现存二十二例确诊 有两例无症状 使得我们看到 目前累计的治愈是 两百一十二人死亡人数 维持在一人则没有上升 至于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全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有八万四千多例 四千六百多人死亡 而累计治愈人数则有七万九千多例 内蒙古三号路的新增确诊一例 是广东的境外输入病例 当天则没有新增加的死亡病例 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有四例全部都是境外输入 至于在港澳台三地 除了澳门的病例已经清零之外 香港及台湾都没有新增加确诊病例 抗疫无国际 我们持续带以聚焦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三号板 揭示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就防控新冠疫情 以及中德加强合作 交换意见 习近平在与默克尔通话中 赞赏德国政府在疫情问题上 秉持客观理性立场 以及尊重科学的态度 指出中方愿同德方一道 共同支持世卫组织 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做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方将坚定不移 推动对外开放 扩大同世界合作 愿继续为德国企业 扩大对华投资 创造良好环境 而近日 中德快捷通道正式启动 也有利两国有需求的企业 加快复工复产 维护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同德方 继续开展对话交流 愿同德方和欧盟 加强战略合作 中国正分别与德国和欧盟 商谈一系列重大政治交往议程 愿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推动中德 中欧关系 迈上新台阶 默克尔表示 德方愿同中方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推进复工复产 继续深化德中经济合作 当前形势下 加强国际团结和多边主义 对全球抗击疫情至关重要 德方愿同中方保持对话 就广泛的领域和议题 推进合作 推进重要议程 推动德中 欧中关系 向更高水平迈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政府宣布 原定9月举行的中欧峰会 因为新冠疫情关系推迟 会另外再则日期举行 峰会原定9月在莱比锡举行 慕尼黑方面指出 因应当前的新冠疫情 总理默克尔分别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通电话 认为峰会无法在原定时间举行 应当另选日期 另一方面 默克尔政府也透露 执政联盟同意推出一项 价值1300亿欧元的 刺激经济方案 推动德国走出新冠疫情 重启经济 方案包括吸引民众购买新车 救助负债严重的地方政府等等 同时 比利时也在当天宣布 进一步放宽疫情管制措施 下周开始 民众可以在境内自由旅行 但只能是短程一到两天的旅行 当地的酒吧及餐馆 也在下周开始充起 首相维尔梅斯也表示 会在本月15号开始 重开连接深根成员国 以及英国的边境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现场也请交到了 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来我们点评与分析 宋先生您好 宋先生 关于特朗普要召开 G区峰会针对中国 德国总理默克尔第一时间 已经表达不参与 美方还要拉俄罗斯等国扩大G区 欧盟表示反对 并说这不是特朗普的特权 而且不仅如此 默克尔其实也表示 与中国保持合作 对欧盟来说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所以您怎么来看 在这背景之下 中德 中欧应该如何 加速推进各方面的合作进程呢 实际上我们知道 德国还是声明大意 尤其是在全球领域的合作 它很清楚和中国的合作 是至关重要 而且作为G7里面重要的成员国 你像德国是非常反对 G7的扩大 而且也是非常反对 把俄罗斯拉进来 因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 和乌冬的问题 现在在G7中存在巨大的分歧 所以现在把俄罗斯拉进来 并不合适 另外你像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希望是把澳大利亚 印度 还有韩国包括俄罗斯拉进来 他主要的议题是什么呢 就是要谈中国问题 另外要谈世贸 组织改革的问题 谈世贸的问题 其实谈的还是中国问题 完全是建制中国 那么作为特朗普 他本意已经很明晰 但作为默克尔来讲的话 他认为任何的国际社会 如果要想谈经济 谈政治 都不应该把中国排除在外 如果排除出中国的话 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谈 包括你像俄罗斯新闻发言人 已经指出 如果G7要扩大的话 如果没有中国的话 这所有问题都没有办法去谈 中国的发展恰恰是世界发展的 一个动力所在 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的话 任何事情都需要由中国来支持 包括在疫情的防控问题 世界经济的恢复问题等等 这些东西都表明 中德之间要加强合作 那么G7和中国之间 也需要加强合作 而不是搞一个封闭的小圈子 这样的话 对于经济的恢复 不会有丝毫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表明 德国还是比较懂这个大道理的 好的 谢谢宋永平先生 为我们所做的点评与分析 继续再来关注的是 亚投行副行长亚历山大 在3号是在参加英国智库 主持的电话会议时表示 新冠疫情并没有放慢 成员国发展脚步 亚投行会针对于疫情 对国际市场的后续影响 继续投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期间也会加强 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亚投行4月份宣布推出 5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应对基金 在5月初又批准5亿美元 紧急援助贷款 支持印度抗击新冠疫情 身为副行长的亚历山大3号 在参加英国智库 全球顾问的讨论中认为 波及全球的新冠疫情 不会令亚投行的工作停摆 投资具有创新力 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仍然是工作重点 亚历山大表示 虽然目前全球政治经济问题 复杂多变 但亚投行仍会保持与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合作 希望能从危机中 共同找到新的发展机遇 封号卫视 曹杰 张顿论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宣布将恢复研究 抗疗疾药物抢氯奎治疗新冠肺炎的实验 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早前因为担心这种药物会导致患者死亡率增加 以及心率异常的副作用 全面暂停了使用相关药物治疗新冠肺炎 同时组织专家就指出 截至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任何药物 可以真正的降低新冠患者的死亡率 所以有急切的需要进行必要的研究 尽快的进行随机临程试验获取证据 博鳌亚洲论坛2号发布的疫情与变化的世界 专题研究报告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是首个真正的全球化疫情 倡导只有加强国际合作 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的挑战 报告也指出 中日韩在疫情期间的团结合作 为世界树立榜样 报告通过视频会议发布 在回顾疫情在世界的蔓延情况后 对各国应对措施进行研判 报告认为 当前世界不同地区正处于不同的应对阶段 亚洲国家是疫情综合考验中的优等生 中国表现最为突出 中日韩三国在疫情期间 互相鼓励和支援 为世界其他地区树立了团结合作 应对挑战的榜样 报告强调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全球性挑战面前独善其身 将公共危机政治化 非但不能解决问题 还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 中国民航局周四向航空公司发出了公告 那么从下周一开始就会调整外国航空公司 国际客运航班的一些情况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他们也会实施一些奖励和熔断措施 根据中国民航局发出的公告 所有未列入第五期航班计划的外国航空公司 从6月8号开始 可以在经营许可范围内 选择一个具备接收能力的口岸城市 每周运营一般国际客运航线航班 当局又同时实施航班奖励机制和熔断措施 如果航空公司同意航线航班入境后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 连续三周为零 航班量可以增加到每周两班 但航空公司同意航线航班入境后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 达到5人 航空公司就要暂停运行 有关航线一星期 如果乘阳性的旅客人数达到10人 有关航线就要暂停运行4个星期 民航局又指 航空公司可以申请运行到 10月24号的预先飞行计划 而在风险可控 并具备接收保障能力的前提下 可适度增加部分具备 条件国家的航班增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各方又有哪些最新的政策指引 与信息发布呢 在今天的抗疫公告牌环节 我们就要来您关注 美国方面的消息 方卫视记者王佑佑白帆 华盛顿报道指 美国交通部在3号宣布 从16号起 占定中国多家航空公司的客运航班 飞往美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此前表示 中方反对美方对中方航空公司 正常运营的客运航班 采取任何可能的干扰或限制 美国交通部则表示 目前有4家中国航空公司 包括了中国国际航空 中国南方航空 厦门航空和中国东方航空 仍在运营定期 往返中美的航班 新令也将会适用于 在北京首都航空 海南航空 以及四川航空 那么根据中美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中美允许双方的航空公司 每周运营161次 往返于两国之间的航班 美国航空公司陆续在2月和3月 是暂停了中美航线 中国民航总局3月下旬 则宣布 针对于国际航班的5个E政策 要求一个航司 一个国家只保留一条航线 一周最多执行一班 这个政策要求 以3月12号发布的 国际航班计划为基准 美国交通部认为 由于美国航空公司 在3月12号前 已经停止了所有航班 这种限制实际上是将 美国航空公司拒之门外 先休息一下 更多内容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继续带您关注 泰国经济研究机构 2号是将2020 全年泰国GDP增长率 下调至-6% 同时指出 全球经济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泰国各主要产业 可能要用一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够恢复到 疫情之前的水平 泰国经济研究机构 开泰研究中心研究表明 尽管今年泰国第一季度 GDP略微好于预期 但剩余时间的经济将持续下滑 同时新冠疫情 在多个国家继续蔓延 以及国际局势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将影响到泰国经济 因此把今年的GDP预期 下调到负的6% 另外有调查显示 受访者因忧虑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增加储蓄 且支出更谨慎 凸显了家庭支出减少 超出之前预估的可能性 而失业率将恶化到何种程度 也受到关注 在台湾方面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像是庙会送金绕镜等活动减少 宗教界声称收入锐减 生存面临困境 官方近日则发放了一些纾困补助的对象 也让宗教人员能够领取到1万元台币的纾困补助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台湾官方目前仍然禁止宗教团体举办大型活动 许多法会 庙会 绕境活动都被迫取消 导致庙方员工 比丘尼等宗教人员工作收入受到影响 这几个月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止活动取消 就连来庙里参拜的信徒也跟着减少 因此民众捐献的香油钱 还有供养金也跟着减少 由于宗教人员身份不符合法律上的劳务雇佣关系 因此并未纳入日前的纾困补助对象 而官方近日放欢规定 各宗教的人员都能领取1万元台币的纾困补助 估计有100万人受贿 但宗教界认为帮助不大 1万块就像郑青剑一样 1万块来是辛苦没有收入的人 钱没有钱的人 1万块是很好 你都可以撑这三个月来台湾人是厉害 撑过去了 我跟你讲 这事还是紧张添花而已 没有用了 你要写中送炭才对 宗教人士也担忧 申请手续跟审核过程太过复杂 盼官方能简化程序从宽认定 让有需要的人及时领到补助 渡过难关 富旺卫视张绍兵杨文尚台北报导 我们看到了新冠疫情在多地反弹 已经擦拥一下表面 降低病毒的活动能力 再放入储存的地方 如果说家里叫外卖 就最好戴上口罩来接外卖 再把食物放进自己的餐具 不要连着外卖包装一块来进食 而外出用膳也最好要自备餐具 善用科技减低社区传播 零钱其实也是病毒的温床 假如说您一定要去 像是街市买菜要用到零钱 建议是把零钱放入到 秘时代独立的处理 在能够使用电子货币的情况之下 就尽可能的多使用 减少互相接触的风险 而身体如果有任何不适的症状 有认识相熟的医生 就可以先用电话咨询一下 医生的意见 朋友之间也可以透过视频电话 联络感情 当然最后 还是要记得保持乐观的心情 对抗病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还需要我们大家用耐心 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先手抗疫你我同心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当中 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前线工作者 正因为他们的青春逆行 才有我们的岁月静好 节目最后就一块来听听这首 听我说谢谢你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林亚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我让你明明安安回家 加油 放给你小星星 放你花一朵 你在我生命中 太多的感动 你是我的天使 一路指引我 无论心悦变换 爱你唱唱歌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更美丽 我要谢谢你 因为有你 爱藏在心底 谢谢你 感谢有你 把幸福传递 听我说谢谢你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感谢有你